新北市警方被投诉频频出包 三重后得派出所一名原警 大选时在投开票所执勤 女友贴心探班 他却调皮在寻签表上 签了女友的姓名 结果被记过惩处 另外还有民众投诉 卢州派出所原警 没有搜索票就强行进入屋内 还把民众当强匪 被此分局出面回应 强调过程并无不法 但会加强原警的沟通技巧 也向民众道歉 大选刚落幕 当天全台的人民保姆 不是出勤 就是在投开票所支援 但又原警调皮 开了这样的玩笑 脸书粉专爆料贴文 指明三重原警 竟然在寻签表上签上了 女友的名字 还标注了女友的IG帐号 原来这是三重后得派出所的原警 26号投票日 他在投开票所执勤 女友贴心探班 他为了讨女友开心 就在寻签表上签了女友名字 指别还写上了女友 结果被好友检举 惨被分局寄过 调地处分 但是新北警方频频出包 隔壁的卢州分局 则是被民众投诉 原警执罚 也要积极教育 避免类似正义再出现影响了警方心愈 记者先当张元杰新北市报道 华联地区在凌晨1点38分发生了瑞士规模5.5地震 震源深度35.2公里 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 岩辽等地有四级 而气象局也表示地震位置是在菲律宾海板块 引没到欧亚大陆板块的引没带前缘位置 不排除未来两天还会有规模3以上的地震发生 而统计今年规模超过5的地震已经有71起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也证实 台湾进入地震活跃起 挺好的白色轿车 一个瞬间前后猛烈摇晃 走回一大选才刚落幕 台湾深夜地牛翻身 一夜连续两起地震 不少民众睡梦中惊醒 而地震发生瞬间 不少花莲地区的民众都收到国家级警报 27号临选1点38分 花莲先进海发生瑞士规模5.5的地震 深度只有35.2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莲县岩辽水莲等地 以及南投县河欢山都有测到四级震度 其他县市从北到南也都有感觉 而隔了一个多小时 凌晨3点09分 东部海域又发生瑞士规模4.7的地震 这回深度更浅14.1公里 但最大震度两级落在宜兰县乌塔 地震的位置是在贝利宾海板块 以莫到欧雅大陆板块 以莫带的前沿的位置 我们排除在两天内 都还会有规模3以上的地震的发生 这回地震有华林民众好奇 震前没有地名就摇了 地震中心对此表示 并非每一次地震都会有地名 而根据地震中心统计 今年为止瑞士规模超过5的地震 已经累计71起 比往年多了2到3倍 正是台湾进入地震火药期 这里是陈建国台北报道 这两天东北季风减弱 礼拜一礼拜二各地阳光露脸 预估高温会来到30度左右 但到了礼拜二晚间开始 东北季风增强温度溜滑梯 北部低温可能会下降到16 7度 而天气变冷了 好多人喜欢吃火锅 但要避免吃到热量爆表 营养师就建议大家 可以选择比较低热量的汤底 还有简单的酱料 来降低身体负担 一丝一丝羽绒般的白云 均匀地铺在清澈的蓝天上 气象局局长正名点周日一早 在脸书分享台北的天空出现卷云 看到这样的云代表天气相对稳定 民众可要好好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 因为气象专家彭启明提醒 周三周四又要变天 虽然不会冷到13 14度 但温度和目前有段差距 空旷地区低温大概就是16度上下了 主要温度的变化是因为我们29号 它的温度其实比较明显的偏暖 所以你会感受到温度的降幅会相对蛮大的 周日东北季风减弱 周一周二各地阳光露脸 预估高温来到30度上下 但周二晚间开始 东北季风增强滑梯式降温 气象局预估北部低温会降到16 17度 而天气变冷 不少人也喜欢吃火锅暖暖身 但要避免吃火锅吃到热量爆表 营养师建议除了汤底尽量选择蔬菜或昆布汤这种清汤底 酱料部分要避免用沙茶酱和豆瓣酱等 可以简单用酱油加辛香料调味 主食的白饭也可以换成地瓜等高纤维根筋类 吃起来更没有负担 汤底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我选择一些天然的辛香料 比如说像八角或者是月桂叶 花椒这类的东西下去熬 那这个汤底本身还是有味道的 只是它的含纳量就不会到这么多 两天吃火锅暖胃几个小细节就可以避免热量超标 吃的既满足又健康 记者综合报道 网红蔡阿嘎选前曾推出影片 列出网友票选全台十大美女里长候选人 现在选举结果出炉 一共有六位当选里长 其中第一名的陈子瑜还夹带高人气胜选 还有网友翻出她在大学时期 参加热音社的歌唱表演影片 让网友直呼真的是多才多艺 更有网友PO文询问 这次选举有越来越多美女候选人当选 好奇大家有何看法 有人乐观认为可以给新秀机会 但也有网友痛批台湾政治娱乐化 PO出美背照感谢选民给机会 年仅二十四岁的陈子瑜 抢下选区内七百八十八票 成功当上里长 而在选前陈子瑜就声量超高 现在还有网友翻出 她大学时期参加热音社的表演影片 清新嗓音让网友直呼晕了 你选择了吗 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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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肤浅的那个 就是肤浅啊 日前网红蔡阿嘎还曾推出影片 列出网友票选全台十大美女里长候选人 最终开票结果共有六人当选 除了陈子瑜还有新竹金牙里苏红宇 新竹的何知宁 林济荣 以及台北南港连城里的李品君 南投敦河里红佩奇 其他四位靓丽候选人 刘秋杰 林彩飞 罗宇涵跟时代林 则通通落马 而这十大名单中当选高达六成 这个线上也掀起高度讨论 有网友就在社群发问 越来越多美女候选人 大家怎么看 有人怒批现在政治娱乐化 肤浅 不用真实力 更大叹国之将亡 也有人分析这是对政治失望 选哪个都一样 干脆选一个顺眼的 更有网友直白表示 不如选新兽 花瓶 至少还能看 选黑金能干嘛 比较上向其实就会吸睛嘛 然后吸睛了之后 可能才会去了解一下 他的政见是怎么样的 有一点能感吧 你看这次投票率蛮低的 要选贤宇呢 还是选帅选美 民众 自由判断 这次陈子瓶二弟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